各位微信闲事 各位鼠王善知事 我们继续来讲解 风水学的奥秘 风水学最关心 也最关系到每个人的平安 家庭和和谐 无论你什么样的宗教 你少不了风水学 曾经我也到过一家道场 去参观他的聊访等等 因为住宿比较年轻化的思维 又讲求艺术 所以他的黄文 全部把它吃黑瘦了 他说现在是黑瘦系列 黑瘦最能包容 每一天我看一看 我说这位法师 风水归风水 修行归修行 人归人 物归物 病归病 你这样来每一个人的胃肠都不好 胃肠不好 然后脸受 就不好 脸受不好 讲话 就没有包容性 直接就冲出去 最后年轻化说 是啊 奇怪我们在这里注重好几个 讲话都可不作言 押得出去 不管你 包括跟我讲也一样 我说你家 你寺庙道场黑色用的太多了 太多 它会属于黑暗色 把我们的灵性的光辉 经过眼睛 你会把 我们的信心 心情 胃肠 属于黑色的 所以会反映 意识 传导到了五脏六腹 所以难免讲话 可不作言 所以这位法师问我怎么办 那很简单 你去整个笑笑的 你师父中叫什么 笑佛 笑佛小小的 笑笑的 你每一个门把他贴上去 让他亮起来 大家看到 不是黑色了 是看到这一尊 欢喜佛 哈哈如来佛 那样的话大家心情会改变嘛 所以 很快的几天 把他全部都盖上 贴上了 从此整个的寺庙的气氛 调整过来了啦 这叫风水学嘛 你艺术 你要懂得 艺术他的身 他的身份 他的家族观 和人的身体 灵性的辉映 所以我希望 无论公司或工厂住家 黑颜色太多了 你们都不要用 一用的话 麻烦很多 所以 书中 内大文字颜色 最好清洁光亮 即黑暗色 这个即使我们风水学 大家最容易忽略 你忽略 烦恼就多得不得了 所以 各位熟熟 注意自己的身边 尽量能光亮的颜色 对你的运气有帮助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